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你会喝酒吗 会啊 咱们中国不有句老话吗 男人不喝酒 白在世上走 我不太会喝 而且还能喝 还爱喝 因此周围的朋友还送我个外号 您的外号是酒精 对酒有研究吗 太有研究了 酒壮英雄胆 卢之身 倒霸吹羊柳 这跟酒也有关系 要不然他没事拔大树干嘛 知道酒是谁造的吗 杜康啊 杜康造酒 流零碎 连这都不知道 杜康怎么造的知道吗 拿粮食造的 拿粮食怎么造的呢 拿 说吧 这事要细说 可就深了 这烧锅您懂吗 做酒的烧锅 找一个大锅 把它支到院子里头 把粮食倒到锅里 爱一定比例再堆上水 然后把它捂盐了 不能跑气 一跑气这酒就酿不成了 之后给它加温 在底下升上火 火大了不行 小火慢慢熬 慢慢咕咚着 咕咚咚咚咚咚 熬出粘汁来 您倒出一碗一看 喝 挂碗 用鼻子一闻 嗯 倍儿香 您一口把它干了 你就醉了 我就饱了 您这是造酒 我这是熬汁 走 怎么了 讨厌这是 说造酒你熬粥干嘛呀 那杜康怎么造的酒 我哪知道 不知道你在我们这胡说 我 啊 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是 杜康造酒这段我不知道 那想必阁下你知道 当然 你知道杜康怎么造的酒 当然知道 那你给说说 说 你给说说吧 大家 你得说说 我说不会 你得说说 啊 这段我不会 你给我说说 你给我说说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理下于人必有所求 你向我讨教学问 起码你得懂得鞠躬行礼 你是礼貌啊 对吧 对 这事是怨我 老先生说的好 未曾学艺 先学礼 对 谁让咱不会这段 嗯 我为了长能耐 我给他鞠个躬 笨着 宋先生 嗯 我给您鞠躬了 杜康造酒这段 我不会 您给我说说 我给您鞠躬了 态度怎么样 啊 态度还不错 啊 一躬到地 是 杜康造酒这段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党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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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不知道 果然不知道 那就好办了 那 啊 你要蒙我 我蒙你干嘛呀 我蒙了你蒙不了大家呀 对不对 就是 将来在大厅广众之下 尤其是有喝酒的场合 大家一起谈论起酒文化 你将我这套理论 汤汤汤汤 桌面上一摆 话语出口 震惊四座 人们会伸出拇指 哎呀 相声演员王毅 不但会说相声 对酒文化 还有很深的研究 会对你的艺术造诣 有很高的评价 是吗 你会说 是我宋先生教给你的吗 会说会说 说不说的没关系 告诉你 记住了 杜康生活那个年头 没有这么多人 打的粮食比较多 吃不了 怎么办 堆成了粮垛 粮垛煤钙盐漏雨了 雨水和粮食发酵了 顺着粮垛底下 滴滴答答流出了 无色透明 粘稠的液体 杜康上前 接了一碗 他一想 这个粮食是好东西 滴滴的液体 一定也是好东西 他端起碗来 一饮而定 行了行了 宋先生 别说了 就你这杜康造酒 三岁小孩都能煎出来 怎么了你这是 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 我说这是杜康造酒了吗 这是 杜康喝了一碗色汤子 这不一样吗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个东西喝到嘴里有味 臭汤子能没味吗 上身感觉热乎乎的 那是烧的 下身感觉不好 怎么了 顺着骨头放过去冒凉气 这劲还不小 杜康一想 是不是这里还差什么佐料呢 这要是放点韭菜花芝麻酱 香油味醋 花椒大料 你这吃涮肉来了 你不说差佐料吗 到底差什么佐料呢 杜康是白天也琢磨 晚上也琢磨 他是百思不得其解 简直这人就入了迷了 是啊 忽然这天杜康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什么了 梦见一位白发老翁 说小伙子 你想造这个东西 堪称是人间第一家庭 要造这个东西 必须取人之精血 方能量成 人血 杜康叩头失礼 请老者给小生晚辈以赐教 我怎么取人的精血呢 是啊 老者告诉他 九天以后 你到村西口 分别取三位过路人的三滴血 那我什么时辰去呢 什么时候去 九天以后的有时 有时懂吗 懂啊 有时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 没错 杜康叩头失礼 我这做了一个梦啊 这会不会是仙人托梦呢 我听着也像神话故事 杜康苦苦等了九天 九天以后的有时 来到了村西口 一条古朴的大道 两旁是快熟的庄稼 就是没有人烟 得 没人我看 去谁的血 还别说 真来了一位 谁啊 骄思熟的先生 穿着长衫 加着书本 一步三摇 由此路过 杜康上前失礼 啊 这位先生 啊 这位学生 小生晚辈要造人间第一家酿 需要求先生一滴血 把书给 怪疼的 谁像你这么不懂道理 我就这么不懂道理 谁像你这么不同人情 我就这么不同人情 谁啊 你那多疼呢 读书人 知书达理 懂得君子成人之美 又见杜康 面带忠厚 隔万滴下了第一滴血 这是 文人之血 哦 送走这位先生 远方大道 来了一匹快马 马上 蹲坐一个武士 顶盔代甲 风尘仆仆 好似刚刚打完胜仗 由此路过 回家叹新 杜康立于大道之上 啊 这位壮士 小生晚辈要造人间第一家酿 需要求壮士一滴血 说吧 扑通 跪在马前 够感人的 习武的人吗 好爽 是 见杜康态度如此虔诚 隔万滴下了第二滴血 这是 武士之血 哦 送走这位武士 再找第三滴血 找不着了 没人了 仰看时辰快到了 怎么办呢 这个爱因子 哎 还别说 大树根底下躺着一位 谁啊 本村的痴呆 用现在话说就是傻呢 哎呀 脏兮兮流着口水 躺着正睡 杜康一看 得 也没人了 就是他 隔万 取下了第三滴血 这是 傻子之血 哦 为人的 武士的 傻子的 这三滴血回去以后和梁朵底下滴血的液体一发酵 嘿 果然造出了人间第一家庭 是啊 杜康一想给这个饮料起个什么名字呢 叫什么 老者让我苦苦等了九天 就把这个饮料叫酒吧 有道理吗 当然有道理了 你看现在这个酒字啊 就是有时的有 这是时辰 加上这三点水 这是 三滴血啊 嘿 哎 这酒字是这么来的 哎 所以大凡金人在喝酒的时候 一般都要经过这三个境界 哪三个境界 刚一端杯的时候非常的文明 嗯 为了祝福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咱们干杯干杯干杯 为什么这么文明 文人那滴血起着作用 喝着喝着脸红脖子粗 高门大嗓清洁 咕吐出来 撸胳膊网秀 来 干干干干 这是 不是那滴血起的作用 哦 喝到这儿一般就不要再喝了 那要再喝呢 满嘴胡话 口吐白沫 出了桌子底去了 这是 傻子那滴血起的作用 是啊 快乐议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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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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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